锁龙与镜终云来最后一战 当阎王知道酝酿数十年一招出鞘 跨越那名为皇父的壁垒 三道流坚持自自冲天而起 再回首 羞弱之路已是过去 镜头乃是名为阎王的传奇坦途 哈喽大家好 我是白金 海贼王1062华动画已经更新 本画经费回归 全程高能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吧 书接上回 带厨子将厌务的血统与锤炼多年技巧融会贯通 纵使一载奎音皮糙热后 终究没能挡住来自幽赖魔神的智考 至此 删这战斗正式结束 而同一时间 索隆别自进了关键对决 才刚刚进入正题 一方是世子追随新王 为此坚决斩入王道后起之秀 一方身为旧皇副手 一有将敌人连同刀王研磨 一起送入地狱的觉悟 电光火之间 双方瞬间交手十余招 沿在背后的神火 与周边的火场连成一片 可俩人错身而过后 竟已中刀 光论技巧方面 明显是索隆月神伴仇 可惜此刻与先前并无分别 当索隆斩击落在金的身上 还是没有对鬼的炎再造成任何伤害 眼见强敌步步紧逼 就连不爱动脑子的索隆都开始被迫思考 他不断回想和近战斗的萤幕物画面 艰辛这世上绝不存在完全无敌的神物 终于 当双方又一次迎来对撞 紧抓一种旋转双鱼化为致命突刺 直至火焰熄灭短暂刹那 索隆心有所感 本能出刀 3-6疾虎兽 附带上斯敏的红黑雷霆不断施压 片刻僵尸后 刀锋席卷一切 周边杂病寻生妄举 竟然发现无敌劲 第一次倔杂当场 即使是神 也会流血 下一刻 戒黑的面具硬身破碎 所有人都看前进了部分真容 白发赫夫 黑一神火 他竟然是来自被世界政府 针对无数年路纳利亚一族 竟虽然表面神色如常 可毫无犹豫杀不下举动 已经暴露其心蝶惊怒 索隆因为缺乏情报 还是没有弄先进到也是什么种族 不过这都无所谓了 他已经看出禁止在开神火时无敌 关闭神火后会提升速度的规律 而竟也没有跟索隆闲谈的心思 彻底揭开真面目后 翼龙展开更加迅猛的攻势 他又一次以弹幕压退剑时 这日索隆眼前一阵恍惚 久战不下 加之重伤与超复合支出霸气的拖累 如果再持有战必败无疑 那么接下来就速战速决吧 早点让春宁把持多年的皇位吧 这一瞬 当下与过去重叠 后来者怒火 让金梦回少年时分 为了让凯多成为海贼王 他好不容易走到今日 且还要继续走下去 至少今日 百兽阎在绝不败北 阎王三道流烟狱鬼斩 化作殉子苍龙 阎在年年神火包裹寒刃 宛如苍穹心火坠地 身未交分 周围岛屿竟被两股力量压成万千沉没 渐渐的 许多回忆在金眼前逐一清晰 将时间拉回到许多年前 彼时在大火四起庞拉特的研究所 逃跑的实验素材凯多砸毁容器 释放出满心狂怒的少年 同样是遭遇政府破坏的异族 同样是对整个世界充满愤怒 已经见过世界安眠的凯多大哥 向年轻的阿贝尔 发出了改变后来者一生的入伙邀请 来当我的左膀右臂吧 从此以后 入名为敬 我绝不会将你交给任何人 如今回望 是数十年初心不改 世数十年携手并进 凯多与剑争执情感 着实让人动容 而皇附近 愿为知己遮死 当灌输所有绝对火龙王扑向索隆 索隆判断出神火燃烧时 只能做无用功 于是当他选择赞必奔芒 可见一击不中 下一集几乎不停歇的闲剑而来 火柱连绵 天气大地之际 索隆以三把配刀全力格挡 历史落入下分 收益绝力 还有凡人竞想互济重施 弹飞武器 还好这一次 毕竟升级过的炎王之道无比强力 哪怕正面对抗又有何惧 接下来几回合 他们一刀接一刀 两个身影在几乎下越发模糊 只剩光团 从今的反应来看 索隆明显已经脱胎换骨 今已经不敢再用神火被动 去尝试迎接炎王三高流 这一刀 成了整个战斗最后的转机 被点波星色竟吹不住气了 他一举用出全部力量 飞上半空 一轮完全由火焰构成太阳照亮黑暗 七剑夹杂霸趣大气碰撞形成鬼雷 而索隆只等待 他对静说生物层次 决定身份说法感到失望 不要为战斗找任何借口 混蛋 索隆随后动手 可化作绿色残影穿越战场 其实同样惊人 与此同时 静制造大火球迎来最终爆发 所谓烈日节日龙潮 树到火龙引领顺利如烟火的 致命连眼布满天空 焚毁万物 此天地间 唯有三六如箭矢是逆天而行 是要图神以正权限剪刀 双方较量至最后一招 抛却所有繁杂 竟将自身都融入玉手火龙皇 孤注于这奔向结局 另一点 要你的绿光仍旧前进 期间所能的念白平静传出 一百三情 飞龙世纪 双方对撞产生剧烈爆炸碎裂星辰 使天地变色 而在拜北前一刻 静还借凯多层直言 我想创造的 并非是你期望的世界 那儿静就决定 不去管未来如何 要一直陪凯多为王 可惜这几十年长闷 终究到结束的时候 战斗终了 折翼重伤 掉入大海的境 已经宣告索隆完成了一次 空前徒神壮局 回想几个海贼王 关于未来的约定 燕王的道路才刚刚开始 以上就是1062集动画的 全部内容了 本画质量爆炸 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原片 我是白金 那么下期再见